国民体育日多元体育系列活动 即体育有工人员表扬活动 日前在县立体育场举办 活动内容趣味多元 吸引许多民众到场体验 会中由副县长陈正生 表扬142位对体育有工人员及单位 县议员侯明科 长年来对南投县体育发展不遗余力 也获得今年特殊贡献人员表扬 副县长陈正生表示 从去年开始 就规划有许多项的运动项目 并聘请专业讲师讲解 避免受到运动伤害 受到民众欢迎 办理成效也十分显著 求求第一日的活动 来到我们运动场来进行 有工人员优秀宣所的表扬 以及推动 那我们都了解一个国家 名利要强 就是身体要健康 所以林县长非常注重 做一个七块 特别要求教育处 在国民健康方面 要做一个配合工作 那我们在国民体育日的同时 我们在去年就开始规划 提供给运动的相关授施 聘请专专业老师来做解说 就是体育政策的知识 以及如果不要让自己在运动过程里面受伤害 的一个指导 推行以来成效非常好 我们感受得到乡亲的支持 最主要是他们也希望身体健康 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慧 感谢各界的用心及努力 才能培育出这么多优秀选手 而且在今年2018亚运国际赛上 拿到如此优秀的夹击 这都是学校校长 教练及老师 以及各区体育委员会的努力 所获得的成果 如果没有这群体育有工人员的努力 栽培体育选手及付出 就没有今日能在国际发光发热 一年一度的国民体育日 就是我们冬天 在全世界都非常热络 在展开庆祝体育节的活动 南大关当然也有外呼 庆祝活动 在这里要代表南大关体育会 欢迎做人理事长 来感谢国际的学校 机关团体和教练 选手 我们一年来对体育会 付出和用心 今天如果没有大家的用心 我们的阿文的选手 无法得到金牌 金牌和冬牌 这都是很多的校长 教练 老师所付出的 尤其是我们的地方的 主持维员 总监司 非常用心 如果没有你们把选手资费 今天没法到国际 在这里发光发热 南投县这几年在体育界 发光发亮 在各项国际赛事上表现亮眼 南投县的子弟兵都没有缺席过 副县长陈正生给予高度肯定 并表示 尤其今年亚运成绩 更是南瓜金银铜牌 可见南投县体育发展成效卓著 这也要归功于各界 推动体育有工人员在背后努力的辛苦成果 我们来了解我们南投县老年任务超过一百岁的人罪已经超过四十位了 所以这么庞大的师母我们感觉我们办理这个体育活动有支持的功能 同时我们也训练了一些选手在优秀的教练以及接触的选手还有我们学校老师校长的支持 让我们体育活动体育赛事在国际上发光滑亮 尤其立志的国际性活动 几乎南投县的主力兵都没有缺席过 今年我们亚运还得到今年铜牌 所以这么优异的成绩 也就是我们推动体育有相当的成效 所以今天利用国民体育的同时 我们特别颁发节识教练 还有我们优秀的选手 以及推动体育有功的学校老师 以及我们参与运动爱台湾的所有成员 我们特别要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付出的心力 以及获取的成绩 让南投花光花亮 在外面我们特别感到欣慰 身为县体育会副理事长 长年来推动体育不遗余力的县议员洪明科 今年货班特殊贡献人员奖 洪议员则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及培养更多的体育人才 尤其这次也真的感谢 把阿甲提办 阿甲也今年 也拿到我们特殊功劳奖 在这里感谢我们体育会和阿甲的认同 感谢大家 先议员陈汉立也到场参与运动日活动 共襄胜举 他肯定政府这几年重视多元体育的发展 从世大运到亚运的表现都非常优秀 但是他希望县政府能在一些冷门的运动项目上 多注入资源 多培育运动人才 让学生除了读书之外 也能培养对运动的兴趣及喜好 政府越来越重视这个多元的运动 尤其是从我们的世大运到今年的这个亚运 我们的台湾的选手都表现得非常的好 那现在国人跟这个社会的风气 大家对这个体育越来越重视 尤其是在体育表现突出的像我们的高中 南投高中的这个拔河项目 那许多的选手就是因为这些比赛的成绩 那在这个申请大选里面都有加分 那希望说呢 我们南投县政府可以在这一方面 未来对我们的这个体育多元化 尤其是在一些冷门的体育里面 也多注入一些资源 然后让这些学生对运动呢 越来越喜好除了读书之外 运动也是一项选项 那在这边呢 希望说我们南投的选手呢 要以南投为龙 那代替我们在国外或者是国内呢 真正替我们南投争光 在这边呢 希望说我们所有爱好体育的朋友们 大家加油 县议员赖燕雪 肯定县府设计了许多的运动项目 借由体育日活动打造台湾运动岛 让民众身体更健康之外 也把着更多优秀体育人才 打造运动岛爱台湾运动嘉年华的活动 如期来展开 南投县有很多各项的运动风气 在这几年呢非常的盛行 也受到我们县民的一个喜爱 今天的运动嘉年华 吸引相当多的一个游客 跟我们的一个县民 同时周边还有我们的一个摊位的摆设 也相当的一个吸睛 那么国人的运动健康呢 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燕雪相当重视这一环 那么县政府每年都举办运动嘉年华的活动 期盼是透过这一场的运动嘉年华 能够提升我们的运动风气 同时也能够把着我们的运动人才 为我们南投县来争光 我想在培养运动风气 把着运动人才可以说是相当辛苦的 不只是要投入我们的财力人力 同时呢我们的运动教练的素质呢 我们不断的在精进提升 所以南投县的一个运动 很多的一个赛事 在我们的体坛上都有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夹击 所以燕雪希望说政府部门每年都能够 有足够的一个预算 让我们推动运动无后顾之忧 尤其是单向的运动 在我们推动经费上呢都稍显不足 燕雪也是我们游泳委员会的主委 我们期盼说各单向的一个赛事 政府能够资源平均的重视 让我们各项的运动人才能够骗几 为我们南投县来做一个举财跟争光 体育制活动中各项运动闯关活动 包括独轮车 射箭 极箭 武龙 篮球 网球 棘球 投球 木球 划船 足球 总共10项的闯关活动 吸引许多学童 青少年来尝试 形成一种运动风气 学童及青少年 对极箭都表达跃跃欲试的兴趣 也有人对于撑龙头 感到很骄傲 更是兴高采烈地跟在后头 活动中 并特地秀出一段运动宣传影片 主题就是 爱运动活久久 担任女主角的是 南投县家长协会 副理事长林怡凤 她认为 参加极箭的孩子 不仅可以培养孩子 责任感 而且 也养成运动的习惯 是一件很好 而且很有意义的活动 很高兴 这一次能够担任我们 这个爱台 爱台湾 然后爱运动的 拍摄影片的女主角 那为什么就会来接 这个女主角的 这个角色 就是 其实我本身也是在 我们南投县的家长协会 担任副理事长 那因为这次受到我们 教育处的邀约 那希望能够带动 让我们南投县 不只是观光首都 让我们南投县的孩子呢 也能够一起来运动 那今天这次的口号呢 就是爱运动 然后活久久 那也是希望说大家 除了孩子他们有能够 在科业上有很好的表现之外呢 在他们的体力上 还有他们的其他活动上 都能够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优秀 那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的运动的体项 项目有很多 那像比如说我这次有参加一个新的叫做极健的运动 那真的就是非常的特别 那极健的孩子呢 他们说他们从国中开始 他们就开始接受教练的训练 然后非常每天都扎实 然后就在我们南投县 这个体育场这边呢 每个礼拜有两天 他们都会在这边集训 那我觉得对孩子来讲 这个是一个责任 然后也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 他们都跟我分享说 这个对他们来讲 会是课后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活动 那他们就会有目标 我觉得像这样子 体育然后运动 然后让孩子呢 有责任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慧表示 秉持爱护南投子弟的心情 县体育会一定会在理事长 潘一泉副议长的带领下 更加关怀照顾选手 用热情的心 来为南投的体育加油与奉献 南投政府 南投政府 我们的体育会 并且有我们 要让我们在地主地的关怀 我们的用心 我们的心力 和精彩 来 把我们的专手来照顾 今天有很多活动 配合运动爱台湾的表扬活动 运动热区 很多国际理事务的运动 用心带领 让县内各项活动 办理的有声有色 甚至各界出浅出力 培育选手 在今年2018亚远 国际赛上 拿到金颖铜牌的优秀佳击 他要感谢这群推动有工人员的努力 南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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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表演 想到我们就是要跟 南投官 爱护运动的 替运动 来出钱出来 所有这些有工人员 集合起来 来跟他们做一个表扬 这也要拜托到他们 未来的 继续跟南投官 我们的体育 继续来推动 继续来倒下手 尤其大家都了解 从我们人民前的管长 跟我们盘一转 我们的副议长 跟所有我们体育会 我们的幹部 副理事长也好 所有我们的委员也好 大家共心之下的 大家都了解 在这两年 南投官 在我们全国的运动会 都表现到真的优秀 真的结束 尤其是我们六都之外的 南投官 拿到第一名 今年所基盤的 亚洲白 亚洲运动会 南投官 我们的選手 真的 替我们全国 替我们国家 代表队 准备到我们的 金牌 金牌 冬牌 这都是我们 南投官 所不用带的 運动選手 在这里 我们今天 也都来表演 相当 不要再拜托到 南投官政府 以及所有 南投官议会 所有 好朋友 继续 替我们体育 继续 爱好运动 我们的選手 给他们鼓励 给他们鼓励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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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鼓励民众多运动 在县立体育场广场 有提供各项的运动设施 每一年的国民体育日 多元系列活动 邀请专业老师现场解说 正确的运动姿势与观念 办理成效 相当良好 希望县民 能够一起加入运动的行列 达到健身 强健 提破的目的 民意新闻 王水仙 专题采访报导